事实上人类自古以来一直到现在 极端寿命在医学史上确切的资料上 从来没有超过114岁 所以调动寿命 即便有一天科学把寿命调动的极高 请各位记住 它不是姓氏 它是人类行将灭亡的又一个指针 我说这段话绝没有意思 让大家不追求长寿 你尽管追求 但它的基本含义就是如此 好 那么我们下面 讲养生保健的基本原则 我下面讲的部分 建立在前面的那个逻辑脉络上 你必须听懂前面的部分 下面的部分你才能够理解 或者都不用我讲 推理就出来了 第一饮食作息原则 首先我们说饮食 大家想 我们是南方古猿的后裔 我们是直食性动物的后裔 因此我们吃植物 已经有了上千万年的适应 因此你的食品 下面最大的层面应该是水果和蔬菜 叫果蔬饮食 因为它的适应期最长 数千万年以上 你对它的匹配关系最吻合 第二层肉食 因为我们作为直立人 在农业文明发生以前 我们有上百万年 采集狩猎生存食 所以肉食跟我们的匹配关系 有上百万年的适应期 所以肉食是第二层 第三层才是粮食 因为我们真正大规模吃粮食 顶多五千年 五六千年 因此我们跟粮食的匹配关系最差 我们的消化系统 代谢系统 面对高碳水化合物的粮食 它的适应性最差 即使粮食无毒无害 但它的适应匹配关系最薄弱 它因此给我们带来最多的问题 我前面讲过 骨胶引起血液粘稠度增高 高糖引起糖尿病 这都跟粮食有关 所以这个推理过程是非常清楚的 我顺便说一下转基因食品 今天转基因食品 民间和科学界观点完全相反 科学界认为 转基因食品没有问题 科学实验 长时间观察 做动物实验 都是无毒无害的 可是社会上的反对声音极大 那么究竟谁对呢 我想千万不要迷信科学家 因为科学是最罪恶的一个东西的载体 科学家的观点 只是按照当前科学方法的 那个基本实验范式 得出结论 这个结论是非常临时的 非常短暂的 即便转基因食品 没有任何毒害作用 仅是因为它在自然界中根本不存在 因此我们的生理跟它 根本就没有匹配适应的时间 它就一定是有害的 这种东西 col甲 我认识人